副總統過境美國要跟誰見面嗎 聽到問題笑一笑沒回應 副總統賴清德將在八月中代表蔡總統出訪 預計十四號抵達巴拉圭 參加新總統潘尼亞就職典禮 據了解去城將過境美國紐約 回城時則是過境洛杉磯 賴清德有機會跟國務院 亞太事務副國務卿康達 國防部和國安會等官員 以及友台眾議員會面 過境規格備受關注 不甩中國抗議 美方立體耐清德過境訪問 但不只他 藍白總統參選員也都有出訪計畫 侯友宜傳出將在七月三十一號 到八月二號造訪日本 預計跟前首相麻生泰蘭會面 還可能在九月出訪美國 跟美國一定保持更密切的合作 最近AIT也有問題說 你上一次是以這個 普通人的身份來訪的 如果你現在是變成總統候選人 你要不要再來一次 我說我想想看 不讓賴侯專美於前 柯文哲還特別強調 是AIT邀請他去的 想要把對手比下去 但柯文哲日前才批賴清德 應徵白宮的外傭 如今自己也不排除再訪美 外傭說柯文哲要怎麼面對 他必須要能夠自圓其說 否則別人會認為說 你似乎是雙標 兩套標準 侯友宜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訪問美國 特別是他在外交國防兩岸的政策 並不是很清楚 出訪政政學 藍綠白外交角力戰正式上演 三天新聞 兩岸見 原本台北 參謀報導